!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Y 跟你看店 讓你看店更有梗 我是XY 歡迎收聽H&M365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将会利用365天日更的形式 每天介绍一则历史故事 还有一部影剧作品 带你了解历史上发生哪些重要的事件 今天是2022年的1月4号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903年的1月4号 大象托普希之死 这个事件听起来很沉重 大象托普希死掉了 大象托普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我们可能要回到当时的年代 1930年 那2011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电影还没有这么的发达 娱乐的产业上面 其实没有那么多元 我们现在的娱乐真的是超级多选择 当时美国他们比较多人 闲暇之余就是去马戏团看戏 所以当时的马戏团是非常盛行的 大象托普希是当年马戏团的一个明星 是在马戏团里面巡回演出 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大象 提到托普希 这个名字也蛮有趣 就是说他是以当时这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黑奴主题小说 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面的一个奴隶女孩的角色的名字来做命名 他是一个美国名字 所以很多人就是以为了 就是他是美国出生的第一头大象 当时的这个宣传是这样打的 可是实际上他是东南亚的亚洲象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时这个动宝意识没有那么强烈就对了 那我们刚刚说了大象托普希他是一个马戏团明星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他做了一件坏事 让大家开始对他反感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一次他在公开演出的时候 有一个民众就拿烟头去烫他的这个鼻子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大象鼻子 是他最敏感的一个地方 大象很多的作用其实都是利用他的橡皮 然后去灵活的操作这样子 去比如说抓东西什么的 那你今天去用烟地头 然后去烫人家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这个托普希就吓到了这样子 然后就当场发飙造成了包括这个烫烟地的这个人 死亡 然后还有两个工人死亡 所以总共造成了三个人死亡这样子 那在接下来就是说他的脾气越来越来不好 就是开始越来越暴躁 所以呢当时的这个马戏团的名字叫做月神 Luna Luna Circus 就是这个马戏团的团组啊 这个老板就打算了要帮他安乐死这样 美情平说安乐死 但是当时总之就是要让他处死就对了 就是要公开于事 要不然很难凭这个众怒这样子 当时他们就一开始计划要把这个托普希给绞死 除脚型把他吊死就对了 而且还找了像是吊车啊 要把他吊死等等的这样子 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马戏团的这个团组啊 还公开了贩售 大家可以就是买门票进来观赏这个处死秀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啊 那当时这个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呢 就有介入这件事情了 所以就让这个绞型的这件事情呢 重新的调整之后呢 变成了电型 那当时呢 就是在1903年的1月4号这一天呢 大象托普希呢 就被人们啊 赶到了电板上面了 被电死了这样子 那当时呢 这个被电死的过程呢 短短的10秒钟 然后就看到这种大象脚底下冒烟这样子 然后就倒地 然后就过世了这样子 蛮遗憾的就是说呢 当时我刚刚有说嘛 就是有收很多门票的人进来 那因为这个动宝团体有介入嘛 所以呢 还是有收门票 就是每个人就是收了25美分啊 就是一个quarter这样子的一个门票 人数也有空管在100人左右啊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场地啦 而且当时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现在的纽约的康尼岛 康尼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地方 纽约最南端的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算是 也不算岛啊 算这个半岛啦 就是海边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游乐设施 算是一个休憩娱乐场所就对了 当时这个康尼岛的游乐园 还没有完全的建成啊 所以就算是一个工地的地方 然后就是进行这个处决 你也知道说这个公开场合嘛 这个开放的地方 就很多人围观啦 所以呢 造就了就是说 你不用买25分每分啊 进去这个地方 周边的大楼 顶楼什么的 也都在私下这个卖票 所以就很多人在附近 都有围观这件事情哦 另外呢 我觉得也蛮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当时的爱迪生 他有这个成立了一个 爱迪生的电影公司 爱迪生制片 他有把这个完整的电型大象的过程给记录下来变成是一个胶卷的短片 现在大家可以去维基百科或是网路上直接查 TopZ The Elephant 可以直接搜到这个十几秒的影片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的有名 除了是动宝意识抬头啊 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电流大战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哦 就是说在20世纪前后啊 爱迪生跟西屋公司 进行了一场争论啊 两大的这个供电商呢 因为在争夺主导的地位啊 因为他们分别推出了交流电跟直流电 所以引发了一场争论啊 这个争论呢 算是一个商业大战啊 这是争夺底盘的感觉啊 那当时的爱迪生他是支持所谓的直流电 西屋公司他背后呢 其实是依靠着特斯拉的技术呢 推行的是交流电 那交流电呢我们现在也应该知道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交流电为主嘛 就是说交流电在运送的过程中 运电的过程之中呢 比较低损耗啦 那但是我们一般的家电啊 我们在生活中利用的这些东西 还是用直流电嘛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是用交流电发电 然后交流电的运送 到了一般的家用户之后呢 出来之后要整流 然后变成直流电之后才能用 这个就是交流电直流电现在的用法 当时两大电的形式呢 一直都争论不休啊 而且电才刚被广泛运用嘛 这样子所以呢 两大的这个公司呢 就开始在争夺主导地位啊 造成了这个当年非常非常有名的电流大战 蛮有名的就是说呢 爱迪生算是当时比较主导地位的嘛 叫主流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呢 比较多人是一开始支持直流电的 而且呢 他也标到蛮多这个所谓的案子啊 我们都知道了 后世很多人开始争论 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发明大王嘛 电灯到底是不是他发明了等等 就是他是专利小偷嘛 之类有很多人开始讲这些东西 但是anyway 爱迪生算是势力蛮庞大的 那相较之下西乌他就是想尽办法的 想要去争夺这个交流电的地位嘛 这样子 所以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大战 那爱迪生呢 因为我毕竟不认识他嘛 所以就是在这个 私底下这个人品上面呢 其实蛮多人有争议的 他私底下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抹黑交流电的不好这样子 那其中呢 爱迪生还发明了所谓的电型电椅啊 你知道当时的那个死刑犯嘛 还是用这个绞型啊 这种比较古老的一个方式嘛 就是绞型的方式然后来处决这样子 但是他就是开始推行这个电椅 就是说人啊 接触到这个交流电之后呢 就会被电死哦 极尽的抹黑这个交流电是非常不安全的这样子 这一个大象托普希呢 就是用交流电的方式来把它处决掉 所以你刚刚我们就提到嘛 是说爱迪生这个电影公司啊 为什么会当下就是要记录这个东西 你看明显嘛 就是他要记录下这一整个过程 你看10秒钟 短短10秒钟就可以用电的方式 把这个大象给电死了 那可见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安全 但是我觉得也蛮有趣就是说呢 这个是我们后世的一些说法啦 而且呢还有蛮多的这个内容农场文章呢 也很喜欢就是把这一段历史给 跟电流大战给扯上关系 只是因为爱迪生的电影公司 在当下有记录下来 但是并没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爱迪生为了要抹黑交流电 所以才记录下这个影像 其实他只是刚好就拍这个东西 或是怎么样 就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说 这整件要去电死大象托普希的这个行动 爱迪生的背后支持的 没有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 但是呢必须说 他记录下这个74秒的黑白记录影像呢 确实也被他后来当作是 攻击交流电的一个工具 那我这边所提到的电影呢 是在2017年所推出的一个 传记历史电影 片名就叫做电流大战 The Current War 这部片的卡斯非常强大 是由班里里克康伯败曲奇艺博士嘛 饰演爱迪生 那有麦克夏农 就是这个在超人那部电影里面 饰演反派萨德将军的那一位 麦克夏农他饰演乔治·威斯汀豪斯 也就是西乌公司的创办人 那尼可拉斯·霍特 就是X战警里面那个年轻版本的怪兽 他演特斯拉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有演出 蜘蛛人的汤姆霍兰德 他就是演爱迪生的一个助手 当时还是助手 然后后来就是接手了爱迪生公司之后呢 变成另外一个商业巨头这样子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是用蒙太奇剪接的方式呢 就有把这个大象托普希被电死的画面呢 给穿插在这个电影的剧情之中 所以他并没有直接的去描写 这个大象托普希被电死的过程 而是呢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影像方式呢 来暗示说 哦这个两大的供电商 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这样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电脑大单这部片啊 卡斯非常强嘛 对不对 故事应该也是非常有历史史诗风格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 照理来讲应该要非常轰动啊 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是有点冷处理呢 而且呢这部片呢 算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备了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完成了主体拍摄了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就应该要被推出啊 结果到了台湾 到了2018年的时候才上映 而且是部分上映 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才正式上映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这部片的发行商 制片方是温斯坦影业啊 那因为温斯坦呢 这是在四年前其实是有发生的这个所谓的 MeToo事件的风波 那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哈维温斯坦呢 因为性宠闻爆发啊 所以他旗下的温斯坦影业呢 发行的电影呢也是被受到抵制这样子 就很尴尬 所以后来这部片呢就被卖出 然后后来的这部片就换了一个发行商 然后才让这部片能够在2019年的时候上映这样子 这部片在一开始推出的时候我刚刚说 他是在2017年的多伦多影台上面做首映 其实当年的这个评价非常非常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哈维温斯坦的关系 所以连带受到影响啊 但是我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 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我看了嘛 看了之后我是觉得说 诶其实没有想象中糟啊 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哦 整个的那个电影的叙事方式诠释啦 然后这个演员的表现啊什么的 我觉得表现得还不错啊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跟国外媒体看到同一年一部电影吗 这样子是不是 我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啦 就是在多伦多影展首映的那个版本 跟后来正式在院线片上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重新剪辑能调整之后啦 所以算是我们后来有调整过的 算是比较不错的这个版本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蛮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的 因为他对于商业斗争这个呈现上面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再加上说两个都是非常演技派演员啊 班尼迪克康博拜局跟麦克夏农 影帝级的人物了这样子 里面的这个叙事这个历史的脉络什么的 都非常非常清楚这样子 所以啦如果你对于这段历史非常有兴趣 就是交流店跟直流店的这个电流大战的竞争啊 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藉由电流大战这部片来做入门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推荐的这部片 好啦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所介绍的1903年1月4号 所发生的大象托普奇之史 以及我们所推荐的电影电流大战 2017年的这部片子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留言 或是在各大的社群平台上面 来跟我们做互动哦 那当然呢 如果你听完我们这个节目喜欢的话 也别忘了在Apple Podcast上面 留下我们的五星好评 或在各大的社群平台上面推荐 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哦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H&M365的第四集内容 那下一次再见 拜